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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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花精灵看着白雪魂魄神情凝重 画面一转 阿美拿着手机坐在熟睡的墨镜丹旁边 突然被处后外飘过的白雪魂魄惊吓得飘飘的 冤有头 战有主 墨镜丹派撞他 不暴冲 他的怨气难以消散 此时将和和花精灵赶来 花精灵凭借比狗狗还棒的鼻子 闻着白雪的怨气一路而来 死不瞑目的白雪诉说悲散遭遇 墨镜男这球不是富二代 而是百分百渣男 骗色又骗财 整天跟白雪要钱 还困然劈腿 白雪及时止损 远离病毒男 本来以为自己将开辟新天地 启动新人生 没想到墨镜男派人撞他 白雪说不报仇 势不为鬼 无奈将和和花精灵只能超度白雪 苦劝他 人类的事就交给警察处理吧 你赶紧去投胎 阿翔为了博同情 将所有事都推到阿美身上 因为阿美不想让富二代的真相被暴露 才出击杀白雪 看着曾经的女神被阿强折磨得毫无人性 将和内心的大重点爆发 难以控制情绪 邪恶力量趁机出动 想借此机会冲破风亿复活 千军一发 黑衣人赶来 哦 穿白衣的黑衣人 有点帅 他穿入江和体内和凶兽PK 然而凶兽在江和体内养精蓄热20年 已经修炼成魔 前而一局就将黑衣人射趴 江和还差一百分就升级 眼前又没有任务做 花精灵变成任务 融入江和身躯 江和金光泛滥进化营养师小宇宙爆发 一巴掌大的凶兽昏飞魄散 如果让你发个微信去天界 你说什么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